非常感谢澳门科技大学组组这次的向上培训活动 我很荣幸给大家介绍一下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资源及使用操作 我今天从五个方面来给大家讲一下万方数据 第一方面是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一个介绍 下面四个部分呢 讲一下万方数据期刊资源库 学问动文资源库 还有方置数据库 万方视频库的使用操作 那我是这次的主讲人刘亚丽 那今天讲的五个部分的目录 那首先讲一下万方数据是什么呢 那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中国科技部直属的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发起组建于1993年的 它的总部设立在呢 中国北京 目前有1000多名员工 遍及了国内外 那万方数据呢 是信息服务市场化运作的呢 实在监合 是中文信息服务行业的主要供应商 提供了哲学政法 社会科学 科教文艺 工业技术 医药等多个学科资源 与世界各地的学术科研机构 卒书馆企业使用 那万方数据国际有限公司呢 它是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于香港的子公司 那主要负责中国大陆 以外地区的业务以及客户服务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是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 学术资源检索与获取平台 它致力于通过专业的检索及知识挖掘技术 帮助用户经种发现 获取与沉淀学术精华 让用户更加愉悦地获取知识 创造知识 万方数据库 目前有13个自有的资源库 那13个资源库当中呢 澳门科技大学订购的是其中的4个资源库 期刊资源库 学位论文库 还有中国地方制库 万方视频库 万方数据除了资源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自有 自己研发的一些特色产品 那其中一个就是勘询 勘询呢 就是让用户为自己的论文 能够找在勘询上面 找到和最合适的期刊来进行发表 所以这个勘询这个产品呢 它的 它就是为用户来智能化 匹配 智能化寻找一些期刊进行匹配 然后提供一些优质的核心期刊 进行筛选出来 供用户进行投稿 投稿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勘询上面呢 还可以 用户还可以 获取一些真稿的信息 进行查询 而且对多个目标的期刊物呢 进行对比分析 另外一个产品呢 就是万方选题 万方选题呢 它是为用户来推荐一些 在写作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 学术论文方面的 一些推荐 它可以提供了一些 精选领域内的经典论文 这些一些推荐 还可以 为用户 进行一些科研创作的灵感 的发现 寻找一些推荐出 高价值的选题方向 还可以为用户来确定一些 精炼的合适的标题 来进行选择 呃 生成 嗯 科研领域内的一些报告 用户可以 呃 了解到相关的知识 那呃 澳门科技大学 订购的这 呃 四个资源库当中呢 呃 它会涉及到的是 两个平台 呃 一个是我们刚刚看 呃 一个是这个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这个平台是在内地 以及在境外 这个是呃 统一的平台 另外一个是万方视频的 这个一个平台 后边我会单独给大家来讲 那通过澳门科技大学 要如何进入到万方数据库当中 进行文献的检索呢 那就从澳门科技大学的图书馆的首页当中 有个资料库 在这个资料库 呃 资料库里边 我们呃 有检索框 输入万方两个字 能够快速的 找到万方数据库的四个 四个资源库 在这四个资源库当中 呃 我们选择 我们呃 任何一个资源库 资料库 我们输账号密码 就可以登录到万方数据的平台上 那进入到万方数据平台上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进行文献检索 那检索当中 我们要怎样进行检索呢 嗯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一框式的检索 呃 在首页当中 在这个检索框当中 呃 标注的 标注红色框里边 输入检索词 我们可以在这个 检索框中 直接输入检索词 进行检索 这就叫做一框式检索 呃 另外呢 在这个 嗯 检索框的右侧 有一个高级检索 那这个高级检索呢 点击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高级检索的一个界面 在这个高级检索界面当中呢 我们可以对呃 文献类型 或者是检索信息 等多些这些内容进行 嗯 自定义选择 那高级检索 比一框式检索呢 它稍微稍微复杂一些 但是它检索出来的文献 结果可能更加接近于我们想要的一些文献 最后一个比较复杂的 检索方式呢 是专业检索 就是在高级检索的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 点击专业检索 呃 页面当中 嗯 这个专业检索呢 它是需要用户自己输入检索室来进行检索的 并且要确保所输入的检索室与法正确 所以它是最难的 也是最复杂的一个 呃 一种检索方式 所以我们通常使用一框式检索是比较多的 呃 如果一框式检索当中范围 检索出来文献的范围特别多 特别广啊 我们在呃 可以再进行 高级检索 在检索当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还有一个精确检索 和模糊检索 来进行两个对应 那什么是精确检索呢 就是在输入框中通过双营号来限定检索词 呃 为间精确检索 比如说我们要检索经济管理方面的文献呢 我们输入检索词 呃 经济管理四个字 我们不加双营号 那这叫做模糊检索 呃 如果用双营号将经济管理呃 呃 限定 那就是精确检索 嗯 还有在检索框呢 使用not and all 对检索词进行逻辑匹配检索 嗯 and呢 可以用空格来代替 呃 它的逻辑优先级关系呢 就是not大于and大于all 那在呃 文献检索输入之后呢 我们呃 就在文献检索页面 对我们搜索出来的文献检索 进行二次检索 就是在结果当中检索 我们看一下这个截图中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结果中检索 这就叫做二次检索 那通过用精确检索呢 能够缩小我们的检索的范围 二次检索呢 能够是检索结果 进行呃 更加的细化 呃 文献检索完之后 那我们检索出来的文献 要如何获取呢 那在万方数据平台上 我们有在线阅读 下载全文 以及全文直达 三种呃 获取方式 那对于万方数据库 收录的 大量文献资源 绝大多数 我们查到的文献资源 都是呃 都是提供用户在线阅读 以及下载全文 全文的 那只有一小部分 很小的数据文献 是由万方与多个数据库合作 呃 特别是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 学术期刊数据库 NSSD合作 呃 这提供的这些文献呢 呃 我们是需要点击 全 全文直达的按钮 跳转到第三方平台 对文献进行操作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截图 在线阅读和下载 它是很直观的 可以对文献进行操作 对于呃 标注有全文直达按钮的 这些呃 文献的话 我们是需要点击全文直达 是跳转到第三方进行操作 还有我们澳门科技大学 订购的中华医学会 期刊库 CMA的文献也是要呃 它是另外一部分 我后边会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如何从万方数据库平台 呃 进入 中华医学会平台进行 医学论文的下载 那现在呢 我们就讲一下呃 期刊库 学位论文库 以及地方呃 新方式数据库 三个数据库的 在线演示操作 那现在呢 我就进入了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的 网页 平呃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呃 首先我们如果对于 语种的进行选择 我们先在右上角 有个简体 繁体的选择 语种进行切换 在页面当中呃 首页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数字图书馆 呃 中间这一部分 数字图书馆 在里边 我们可以资源导航中 有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 这两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很直接的点击 进入 点击进入到 这个 期刊数据库中 点击进入 学位论文数据库的 的首页 呃 在特色资源里 有一个地方置 这个地方置 就是呃 是 是 点击进入之后 我们可以 点击右侧的 新方置 秋方置 来寻 呃 进入到地方置的首页 进行浏览 阅览 所以现在我们 进 还是回到 万万数据知识服 平台首页当中 这是我介绍一下 呃 如何进入 学术 期刊数据库 那在这个 期刊数据库当中 我们 有哪些信息 呃 给大家展示呢 那首先 在这个 呃 点击 你能看到这个 期刊标注白色 那说明我们 目前就是在 期刊数据库当中 期刊数据库 首页当中 它上面 会推荐一些 本周更新的期刊 在下边呢 左侧的 八大分类 就是我们万方数据 平台 期刊 所有 全部期刊的 一个总分类 分成八个 学术 类别 在这个类别 下边 呃 旁边的这个 数字 表示的就是 每一个类别 有多少本 期刊 在每一个 分类的下边 还有多个 子分类 这个子分类 当中 我们可以 呃 很直观的 看到 很呃 比较详细的 看到我们 有哪些 用户呢 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 直接点击 我们想要看的 某一类别的 期刊 你点击完 期刊之后 我们就会在 右侧的这个 右下角 展示出来 我们想要 看到的 这些期刊 比如说我们点 农业科学当中的 农学 十三本期刊 那十三本期刊 就会在下边 直接展示出来 然后展示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 比如看一下 农学学报 点击 进入农学学报 这个 这本期刊的 首页当中 在中间 我们还可以 进入到这个 看一下 按照不同的 对期刊进行分类 有 是否是核心 核心期刊 还有收录的地区 出版的周期 进行分类 我们都可以选择 如果我们 对某一本期刊 进行查询的话 我们可以在 这个 在 在 结果中检索 这儿有一个 检索框 我们直接输入 刊名或者是 ISI资讯号 进行检索 出这一本期刊来 在期刊数据过 首页呢 我们就可以 直接在这儿 输入检索词 点击搜漏文 或者是搜期刊 来进行 来进行 检索文献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简单介绍 学位论文 数据库里边的内容 先给大家大致地 介绍一下 那学位论文的 数据库当中 是按照三个 类别来进行 按照学科 进行分类 专业 还有授予单位 进行三个大部分 三部分来分类的 在学科下面呢 还有很多的子学科 比如说 我们点击一下 经济 那经济下面呢 就还有很多 更加细的一些 一些方向 我们比如说 再点击一下 劳动经济 那点击劳动经济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 有15000多条文线 在左上角这边 就会标注 有多少条文线 你查询到了 那查询 查询出来的 学位论文 有多少篇 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也可以 在这里 对我们 对所有的文线 进行操作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 对文线进行 检索 在这里 比如说 我们要输入 检索词 我们使用 一框式 进行 一框式的文线 检索方式 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 我们输入最简单的 直接输入我们想要 查询的文线 关键词 经济管理 那在这边 全部这个地方呢 它已经列出来的 几类资源库的 我们直接点击也可以 比如说 我们经济管理 我只想要检索 七刊数据库里 只想要检索 七刊文献 那么就点击 七刊 就可以了 或者是 我们只想要点击 学位论文 文献 直接点击 学位就可以 还有地方置 也可以 那在这里 我们演示的时候 我们点全部 在旁边 有 这就是旁边的 高级检索的按钮 点击进去之后 我们在这个 高级检索页面当中 来进行 自定义文献的类型 比如我们选择 七刊 学位 地方置 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输入 检索信息 检索信息 我们可以用一些 关键词 来进行 或者是主题 作者提名 等来限定 我们检索词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输入 经济管理 一个检索词 旁边有下拉框 选择模糊 或者是精确的检索 我们在这里 可以输入多个检索词 这是检索 不同检索词之间 进行限定 限定 余或非 就是 and or not 来进行限定 每一个检索词的 逻辑组配关系 如果三个 我们还想输入 更多的检索词 那继续 按加号 就可以了 在这直接输入 检索词 再选择 精确检索 还是模糊检索 下边还有对发表时间 进行限定 来进行检索 那右侧的温分提示 就是当我们在用高级检索 不知如何输入检索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右侧了解 参考一下 那在高级检索之外呢 有一个专业检索 专业检索呢 这儿就是单独给了一个框 需要我们自尽力的去设定 检索词 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 一个一种检索方式 那下面有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 这些推荐的 这个 这个关键词 限定词 来进行输入 检索词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 首页当中 我们进行一框式检索 单独一个检索词 经济管理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在 如果我们在这 想要输入两个检索词 就是经济检索之后 我们将输入 二 或者是 NOT 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输入 第二个检索词 比如说 我们输入一个文学 这样 多个检索词之间 用NOT 二案的进行 进行连接 就可以了 那我 现在我们就 经济管理 正式进行检索 这 我选的是 全部的 资料库 那我们 经济管理 检索 此检索出来的文献呢 就是 就是 所有的文献 类型的文献 那点击 检索 现在我们就进入的是 文献 检索的页面 在文献 检索页面当中 我们可以 文献检索结果页面当中 可以看到 这显示有 380万条文献 这380万条文献当中 文献里呢 这个数 对于我们 经济管理 这个检索 词 搜索的文献 是特别多的 那这么多的文献呢 我们可以在 这个 文献结果页面呢 进行 二次检索 二次检索 可以通过 提名 作者 关键词 还有70年 结束年 进行限定 或者是 在左侧栏中 进行一些筛选 如果筛选呢 有获取 对文献的 获取范围 进行筛选 有移构全文 移构全文呢 指的是 对于 对于 澳门科技大学来说 期刊 是全库 是购买的 德文论文 全库 也是购买了 只有地方制 可能会有 买的是 七千多个 七千多册制书 所以我们 当想要 对资源类型 检索出来 是地方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 点以够全文 还有 是否是核心文章 还有全文 有全文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点击有全文之后 您还可以看到 每一篇文献下边 都是在线阅读 或下载的 这样按钮 这就是万方数据 可以指 平台自由文献 进行 直接操作 对文献进行 直接操作的 下面的 资源类型 我们可以点 选择 任何一种 资源类型 进行 选择 就 西刊论文 学位论文 还有 支翻字条 还有 会议等等 都是可以选择的 再往下 有年份 就是文献 发表的年份 还有 与种来源等 机构 都是可以 再一次进行 二次筛选的 那现在我们先讲一下 那我们搜一篇 在这三百 八十万条文献当中 我们选一个 资源类型 是期刊论文的 来给大家 简介绍一下 期刊资源库 的文献 如何进行 操作 点击期刊 论文之后 我们点 筛选 那现在看到的 二百 八十六万篇 条文献呢 就是 所有的 期刊文献 那就在 期刊文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 全文第一篇 有一个全文之答 我们点击一下 全文之答 可以看到 极尖跳转至 第三方平台 那这上面就是 NSSD数据 我们就可以直接 跳转到 第三方平台上 去进行 去进行操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就看一下 稍等一下 有点多 来进行操作 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 期刊 论文 文献的 结果页面当中 我们 可以看 先每一个 结设 按照默认的 文献 都是排序方式呢 是按照相关度 排序的 我们还可以 选择出版时间 还有背影评测 对文献的顺序进行排序 然后文献的展示的方式呢 默认的是按照文献的 每一篇文章的详情信息 进行展示 我们还可以选择 列表的方式 进行展示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列表的方式 来展示的 期刊的 期刊 论文 当我们想要 具体的了解 一篇期刊的时候 我们可以点击 第二个 略论经济 管理 这篇文章 我们点击 进来之后 就进入了论文的详情页 在这个论文详情页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在线阅读 直接点击 在线阅读 来查阅了这篇文章 或者是我们点击下载 直接点击下载 那文章就会保存到我们电 我们的电脑本地 保存 保存完之后 我们再直接打开 我们再直接打开就行 文章默认的是PDF格式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直接点击 PDF文件进行阅读 在期刊论文的下方 还有一些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的推荐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这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每一篇 在有些文章的 标题的 左边 有一个小数本的标识 这个标识指的 这篇文章 可以再次 点击 进行下载阅读 或者是下载阅读的 那在右侧呢 可以看到的 有一个中外企业家 那这本 这个期刊呢 指的是 这一篇文章 来自于的 这本期刊 中外企业家 这一本期刊 那我们可以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这本期刊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 就进入到了 这本期刊的页面 稍等一下 这个 就会进入到 这个期刊的页面当中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一些相关 相关的文献 还有相关主题 相关学者 还有相关机构的 进行一些推荐 我们都可以更加细致 多了解一些 学习 那在这一篇文章的 左上方 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 可以看到 标注蓝色的字呢 它都是可以 再一次点击进去的 比如说 我们点击一下 琪丽 他是这位作者 那这页面呢 就会进入到 与琪丽 相关的 他的其他的论文 这个同名的论文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再多深入的 深一步的学习 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期刊数据库的一个介绍 那刚刚我们选择了期刊 那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选一下 我们选一下学位论文 同样 我们输入经济管理之后 进入到首页当中 我在资源类型当中 这是刚刚那380万条的文献 当中资源类型 我们点击学位论文 进行筛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右上角标注的 69万条文献 那就是69万多条的学位论文 在这些学位论文当中 它与期刊不同的 不同的在于 学位论文的标题的右侧 标注有目录 这个目录呢 它是可以先简单的了解到 这个这一篇学位论文的一个 整体的框架结构的 同样的 这个学位论文 我们也可以默论详情展示 还有列表展示 点击这一篇文章 比如说点击第二篇 我们想要具体看一下这篇文章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进入到论文的详情页 在这篇论文详情页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与期刊论文详情页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 在学位论文的详情页上有目录这个标识 这个目录就是对论文的一个整体结构的展示 我们还可以把它缩小 先去掉目录 在详情页当中 仍然是有一些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的一些推荐 并且在右侧呢 就是相关文献 相关主题 学者机构 这样一个拓展 拓展了解的一些知识点 然后对于这一篇文章呢 我们可以在前阅读 还可以下载的时候 学位论文呢 提供的是整篇下载 或者是分章下载两个下载方式 如果我们在这里点一下分章下载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点击分章下载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等会吧 这个网路有点慢 我们先点一下 整篇下载 整篇下载的话 还是通过保存到本地 先打开 保存到本地之后 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一个阅读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分章下载 有点慢 我稍后再给大家打开这个页面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面讲 点击 点击这个关键词当中呢 标注蓝色的地方的一个词 比如我们点一下政府管理 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关键词的支持脉络页面当中 在这个页面 它就是对政府管理这个关键词的 有相关的一些学术发文总量 还有总背影评次 研究学者数研究基根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还有与政府管理关键词相关的一些高质量的论文的一个推荐 还有右侧的相关主题词 还有相关的一些学科分布研究学者等 这个就是属于的一个拓展知识 我们可以更深 也可以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些知识点 所以这些呢 就是学位 学位论文的一个文献操作介绍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仍然仍然选择除了学位论文之后呢 我们选择 选择一下地方制 我们检索一下地方制文 文献的话 我们就点换一个关键词 我们选择华侨 点击华侨这个检索词之后 我们进入了文献的结果页面 页面当中 我们同样选择地方制条目 在资源类型中选择地方制条目 进行筛选 那我们现在筛选出来的就是 地方制的文献 在这个地方制文献当中 它只提供两种获取方式 一种是在线阅读 一个是下载 地方制它不涉及到第三方平台的 因为地方制的这些文献是万方数据 自由的 全部是万方数据自由的 所以只选择在线阅读和下载 但是对于澳门科技大学来说 可能我们检索出来的这 一万七千多条文献 选择地方制 它不是 有些是澳门科技大学购买的 所以我们在获取范围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点击 以购全文 这样我们 查询到的文献 还是全部查询到的文献 是可以下载在线阅读的 我们点击文献的在线阅读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地方制 这一篇华侨制 续制的这个页面当中 进行阅读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结构 来进行 阅读 也是可以的 这这现在这就是 地方制的一个大致 还有下载 比如说我们在 还要下载一下 这篇地方制 那么同样点击下载之后 下载的是PDF格式的 直接保存到我们本地 我们直接打开阅读 就可即可 那以上呢 就是我在线演示的 期刊论文库 期刊论文数据库 以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还有地方制的 一个操作介绍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这里想要 地方制当中 还有一点是需要 跟大家讲一下的 因为目前来说 澳门科技大学 它使用着 澳门科技大学 使用的这个 地方制呢 是在我们的 这点HK的平台上 也就是说 它我们看到的 地方制使用的页面 是这样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已经 给澳门科技大学 开通了 刚刚我在先演示的 外方数据 支持服务平台上的 地方制服务 所以说 原来的 之前一直在服务的 新方制网站 就这边 旺方data.com.hk 这个网站呢 是将于 明年的6月 进行关闭 所以希望大家 之后在使用 方制文献 进行查 查询的时候 进入到 万方数据 支持服务平台 也就是刚刚 我演示的 这个平台上面 检索 获取前文的服务 现在一直都可以 已经开通 可以试用 可以使用的 那最后一部分呢 我就给大家 来讲一下 网方视频 那网方视频的 这个 站点 网方视频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网址 videos.com.hk 这个网址呢 现在 对于在 境内的 内地的IP 它是 它是不可以使用的 只有境外的 IP 才可以访问 所以说 我现在就是 就直接在 PPT中 给大家讲一下 那在澳门 科技大学来说 如何进入到 学生和老师 怎么进入到 万方视频库 那就是在 还是同样 从学校图书馆 登录 进入到万方 视频的 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首先 要选择语种 在这个平台上 它提供有 简体 繁体 和英文的 三个语种的选择 现在可以进行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我的PPT页面吗 嗯 可以 好 那就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可以 先再选择一个语种 简体 繁体 或者是英文的 那在这个频道列表中 我们可以选择 先选择已订购 就是可以看到 学校订购的 视频资源列表 然后再查看 如果想要多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 全部的频道 来展示 万方视频库的 所有资源列表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操作很简单 就是我们进入这个 万方视频的平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 某一个节目 直接在线 检索观看就行 那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的数据 视频资源 也是比较多的 这些视频资源当中 它的来源是多元化的 有我们万方自有的一些传统视频 还有一些凤凰卫视的公共电视 还有一些TMW Media的视频 它的内容种类呢 有教育条 记录条 还有一些优质的戏剧 连续剧等 那对于这次部分的资源来说呢 澳门科技大学购买的资源当中 我们都会涉及到这些 有环保卫生啊 青少年儿童 还有纪录片 生活资讯 表演艺术戏剧 那我这里给大家列举的一个是 来自公共电视的最后的诗剧 那这一部 这部迷你剧呢 它是 它是制片 它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 它的内容情节 比这部迷你剧的质量 都是比较高的 评分也是很高的 那第二个推荐的是 来自于公共电视的一个神算 这个这部神算呀 也是一个 是一个有神 是一个奇幻 题材的电视剧 它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也有很高的一些教育意义 那第三个 还有一些凤凰卫视系列的资源案例 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有些竹门彼岸的 还有印象里难的 温到南海的 冷暖人生系列 这些 可以对于这个 万方视频上的资源来说 有好多 我们都是可以在上面 去找到一些知识 可以提供很多的知识 体材 希望大家 有时间就可以多登录一下 万方视频去进行观看 学习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介绍的主要的部分 然后另外呢 我今天讲的这个 万方视频资源的使用操作 是普通话版的 那在我们 我们自己在制作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demo 英文版的介绍 是在YouTube上有链接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链接 登录上去四分 四分钟的 小视频 介绍了使用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 讲一下 目前 万方 2024年的 万方开学里 有讲问答活动 这一个呢 它的截止时间是到 10月31号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大家老师同学们 都积极参加 谢谢大家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可以在线上直接提问 或者是呢 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直接邮件 或者是电话给我们 我们给大家解答 谢谢大家 是 谢谢刘老师的详细介绍 那下面的话 就是那个问答的环节 那看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嗯 刘老师 那个 有 同学 还是老师说 想要看一下 那个第52页的 那个PPT 52页的PPT 对 这个就是我们英文版 介绍的一个 万方数据的资源库的 使用操作 这边中很简单的 那这个网址 我就放在聊天框当中 这样便于大家直接 复制粘接链接 对 因为今天的 今天这场培训的 呃 视频还有PPT 我之后 其实卢主管也是会放在 那个网页上面的 那 还有那个YouTube 还有Bilibili的账号上面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回放的 嗯 然后大家如果对于今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是之后有 其他关于图书馆的问题 也是可以联系 我们的图书馆参考的 服务组 然后呢我也把他们的电话 还有邮箱放在那个 比如说 方里面呢 那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就是之后 如果有问题的话 去可以联系他们的 另外呢 另外呢呃 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27号的星期五 就是同一时间的 下午三点 是跟Visor合作的培训 那欢迎大家 远远参与 还有就是刚才 刘老师也提到说 那个旺方的那个 油脚温导活动 那就是截止在那个 10月30号 31号 对 10月的31号 那如果大家还没参与的话 那就可以赶紧去参与一下 那我们下午三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今天这场培训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参与 再次谢谢刘老师的讲解 谢谢 好 培训结束了 好 拜拜